好 昨天是中秋節 但是有民眾跑到了高雄前鎮河畔警官碼頭 違法施放煙火 不僅把這個警官台當成了發射台 而且煙火一放就是一整晚 嚴重的擾亂安寧 另外在台南有民眾 在關係平台也是違法施放煙火 至於在新北市 則是有公廟繞進時燃放鞭炮 結果釀成火警 看似寧靜河畔 下一秒高空煙火點燃 只是市區內以明令禁止施放 尤其這些民眾還把警官碼頭當成發射台 煙火點燃 噴射四串 違規民眾一旁嘻笑大鬧 讓人傻眼 中秋節家家戶戶相聚團圓 但竟然有民眾跑到高雄前鎮河畔警官碼頭 違規施放煙火 不僅把警官台當作煙火發射台 還疑似施放一整晚 嚴重擾亂安寧 而另外在台南也傳出煙火違規施放 一大群民眾在關係平台附近燃放鞭炮 空曠馬路旁 民眾違規施放 相關單位搜證稽查 開單了吧 有民眾在台南關係平台 違規施放煙火 更離譜的是 還有人才打帶跑方式 隨機施放 也讓相關單位疲於分明 疲於違反詐欲管制法 開出六張罰單 均為加重六千元罰款 至於在新北市 日則發生鞭炮施放不慎 釀成火警意外 公廟遭盡 大量鞭炮鋪散在馬路 一點燃 噪音正而欲聾 事發在新北市巴黎 29號上午 有公廟遭盡 不僅鋪散近一公里的鞭炮 點燃施放後 也引發雜草火警 盡銷趕緊前來灌救 燃燒面積大約30平方公尺 沒有人員傷亡 煙火鞭炮施放 瓶瓶惹 也提醒民眾切勿違規 避免釀成不堪設想的後果 記得綜合報導